今天来看点大麻装 万家中间的大麻装是很容易找的 我们现在从镜头里面可以看得到 这些衣服完完全全都是可以穿到150没有问题的 中间这边的洞口一般都是人油量比较少的 这边的模式主要是走线上订货的模式 所以很少有说在亲自来这边 一定要来这边才可以开单 现在有些洞口也清仓了 像这些都是属于大麻装的比较多 大麻装一般都是深颜色 版型的话也是很大的 平时我一般都是拍主干到两旁 主干到两旁的话都是那种筷子上的版型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衣服挂起来好看一点 所以一般主干到两旁的这些洞口都是属于小版的多 每个衣服都会有缺点也会有优点的 但是有些人就喜欢专门挑缺点去看 就比如我会遇到这样子就是非常让我崩溃的一个事情 就是平时的话 有些亲们他专门就是买衣服的时候 其他都不看就专门挑缺点的去跟你纠结 就每次都说这个衣服优点他是看不到的 他就是专门挑那个缺点 就比如说毛衣 毛衣的话像寒羊毛的话都会祈求的 每次的话都是说这个衣服祈求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的 棉的话也会缩水啊 或者这些就是说专门看到这个缺点 而且的话还有一些最要人崩溃的就是 每次买到衣服都是不满意的 像这样子的话其实要卖家 我不知道其他卖家是怎么想的 我个人就是非常崩溃的 就是说你卖一个衣服 其实这些衣服的话你都是自己精精挑选的 你摔了很多很多档口 而且的话你自己精心选出来的 到时候你买家收到手的话 他每次都是否定 每次都否定 那你这个心情的话就非常糟糕的 因为我们卖衣服不单说是要赚钱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希望能够遇到跟自己眼光相似的 能够欣赏自己卖点衣服的 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 并不可能说每个人他收到衣服都是满意的 就比如说你十次有几次你不满意 你跟我反馈了 那很正常 但是每次总有那么少部分的人 就是非常的崩溃的 让人崩溃的一瞬间 就是每次他收到衣服 衣服的优点他完完全全是忽略的 每次都是专门挑衣服的缺点 专门放大的去跟你说 但是他下次的话还会去跟你买 买了之后他还会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让人心情非常的糟糕 就很崩溃的那种感觉 如果衣服确实是不合适的话 那你就谨慎嘛 因为毕竟你买到不喜欢的衣服 我相信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糟糕的 但是不可能说你买了一次 你下次再买 而且每次都卖 那你不可能说你看不到这个衣服的优点 你肯定是稍微有一点优点 你才会下次再去购买是吧 你很多人他就是说 他把这个缺点放大 他稍微赞美一下买家 他都不舍得你这样子知道吧 这样子的方式你是对的也没有错 但是这样的方式的话怎么说呢 多去赞美一下卖家 多去肯定一下卖家 这个效果我相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情况毕竟也是少数 大部分买家都是非常好的 找到衣服跟你反馈 这个衣服非常满意啊 那你的成就感也是很好的 买家也高兴 你卖的也开心嘛 现在市场这边人少了 因为淡季要来了 今年清仓可能没有那么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